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人们常说的 命有己造 相有牺牲 仔细想想 其实并非没有道理 一个人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里 身体 外貌 内心如何 多少都能显露一些出来 你的命力缺什么 一看便能知晓二三 好脸色等于好心态 网上有人提问 一辈子最难得的到底是什么 其中有个回答 拥有一张好看的脸 对此深表赞同 人活着就是活一个心情 活一种心态 你的心态好不好 看你的脸色就知道 心态好 一切好 看什么都顺眼 脸色自然 容光焕发 心态差 觉得处处皆碰壁 脸色难免不自觉变得消沉 想起那个蹲在地上喝啤酒的外卖小哥 他在送货的路上 不慎于一个骑摩托车的大爷迎面相撞 虽然两个人都没什么大碍 但是车上的啤酒却洒落一地 本以为他们会垂头丧气 不曾想 两个人都没有表露出半点不悦的神色 反而就地捡起剩下的啤酒 共饮了起来 即使在遇到不如意时 也能保持这般积极态度的人 自然是个天性乐观的人 是啊 事已至此 板着一张冷脸去抱怨 争吵也是毫无意义 还不如坦然接受 毕竟脑与不脑都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看脸就知道 幸福的人脸上常带笑容 不幸的人脸上布满愁容 乐观的人脸色柔美红润 消极的人脸色暗淡无光 一个人的脸色 也就是他的招牌 爱笑的人眉间温柔 带人真诚 吸引别人主动靠近 尖酸的人眉头紧皱 笑容虚伪 会让别人敬而愿之 心态越好 脸色越好 经常和心态好的人在一起 生活不乏味 人生有乐趣 一个人的善恶美丑 不仅藏于内心 也显于脸色 善良的人长着一张和善脸 恶毒的人长着一副刁钻像 心存善念者 脸色慈想 是福相 心有恶意者 面目猙獰 成恶相 一个人的品行好坏 全硬在脸上 心术不正的人 眼神伶俐 让人生畏 品行端正的人 棱角分明 眼神坦荡 善良品正的人 给人的第一直觉是靠谱 恶毒品差的人 让人第一眼看见就不安 正所谓 为人端正 颜色洁白 灰荣第一 你的面相 就是你的好风水 不靠钱财凝聚而成 而是靠面相 日益形成 你什么面相 就有什么风水 善良的人 行善助人 不仅能遇见好风水 自己所到之处 就是伏地 都说 面相及心相 你内心的世界 是什么样 你的脸色 就是什么样 常常板着脸 脸色难看的人 心态一定不会好 这样的人 控制不好 自己的情绪 动不动就愁眉苦脸的 怨天尤人 自然会让自己 活得很累 而心态平和的人 无论面对 何种境遇 都不会被轻易影响 总能沉着笑对一切 好运气等于好习惯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这一生可以顺风顺水 有好的运气 但是 好的运气从来都不是上天 突然降临的 而是拥有好习惯的人 其实好的运气 是由我们个人 不断积累出来的 一个人不可能靠着运气 而成功 而是要付出努力的代价 的确 人与人之间运气的差别 不过是为人的差距 那些运气好的人 往往都会有这些习惯 当我们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以后 再获得一个又一个的好习惯 以后这样才能拿回生活的主导权 一个人之所以优秀 不是他优秀才有好的习惯 而是养成了好的习惯 才变得越来越优秀 生活中 总有些人在倒霉的时候 抱怨自己运气不好 比如你晚上熬夜追剧 没能及时早起 导致赶不上地铁 上班迟到 又比如 你回家开门 随手把钥匙一扔 需要用的时候 又记不起放哪了 殊不知 所有的福气和灾祸 都不是凭空出来的 你的运气都藏在你的习惯里 很多小习惯看似不起眼 久而久之 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人的后半辈子 均由习惯组成 你什么习惯就什么命 还记得那个 在众多强劲求职对手中 脱颖而出的面试者吗 无论是资历还是学历 比他优秀的人比比皆是 他能够成功的几率 近乎于零 最后却因为一个小习惯 被面试官相中 在所有的应聘者中 只有他在进门前 把放在门口的垃圾袋 捡了起来 扔进垃圾桶 但被众人夸赞时 他却只是腼腆地说 其实这没什么 我只是有这样的习惯而已 你在生活中 看似不起眼的 每一个小习惯 都有可能会成就 你生命中的重大专折 我们都说习惯成自然 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运势 不是性格 而是习惯 性格不好可以控制习惯 一旦养成很难改变 所以好的习惯 会给人带来福气 反之一旦有了坏习惯 如果不及时改正 运气就会变差 会带给一个人很多福气 很多好的运气 一个人努力让自己遵循规律 做事遵循规则 做人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 只要我们每条路都可以走得顺畅 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圆满 我们要相信 人生路上有时候需要好的心态 才能遇到好的运气 敢于尝试 敢于学习 才能让我们的好运不期而至 一位哲人曾说过 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 拥有好习惯的人 运气都不会太差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或许你缺少一个好习惯 好心眼等于好人缘 都说与人交往始于共鸣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确实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与脾气 都不尽相同 往往一个随和性格的人 说明他的脾气 能够和别人进行一个融合 这种人与谁在一起交往 都会让身边的人 感觉到轻松自在 当别人对你说的那个时候 我们用一个随和的状态 去对待他 别人也会对你另眼相看 日后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对方也会伸出援助之手 所以 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必须要学会 控制自己的脾气和性格 不要什么事情 都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来 因为很大程度 别人都接受不了这一点 所以 那些性格好的人 他们往往运气不会太差 生活中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 心地善良 人品好的人 才能获得别人长久的欣赏和青睐 很多时候 我们羡慕别人受欢迎 人缘好 却不知道 人家背后付出了什么 公司里有卫星同事 刚来人缘就特别好 大家都非常喜欢与他往来 和他相处过之后 我终于明白 他为何会如此受欢迎 有次周末 和他出去吃饭 从商场出来 突然下起了雨 当时 一位老奶奶没有带伞 正站在门口躲雨 手中还提着不少东西 同事见状走上前去问 老人家 您是要去哪 听老人说要去车站 同事便说 我们也是 正好和您一起吧 见老人点点头 同事二话不说 接过老人手里的东西 撑伞送他去车站 到了车站 同事还让老人收下他的伞 这才安心离开 在工作中 他从不斤斤计较 总是毫无怨言地 帮助其他同事 在私底下 他也很会照顾人 事事为人着想 处处替人考虑 正是他的不计较 乐于付出 为他积累了众多好人缘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的人 终会收获 来自这个世界的善意 古语有云 静随心转 乐于助人 心言好的人 无论身处何地 都会传播自己的善意 这样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得人心 受人静 林语堂在《京华燕云》里曾说 在人的一生 有些细微之事 本身毫无意义可言 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试过境迁之后 回顾其因果关系 却发现其影响之大 疏可惊人 仔细想想 确实如此 很多时候 你以为的偶然 其实都是必然 命里缺什么 和你自身 有很大的关联 上天都是公平的 你以什么样态度 面对人生 人生就会怎么样 回馈于你 这个世界上 最没有用的 就是怨天尤人 学会摆正心态 做好自己 自己的命运 自己争取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有好心态 修得好习惯 赢得好人缘 做个好命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祝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